各位观众朋友 这位平安的源头的耶稣赐给你平安 欢迎你收看范大林会客室这个节目 我在没有开始的节目前向各位报告 从这个节目开始到今天 我每天为观赏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祝福祷告 我所信的神是福气的源头 我也知道怎么样向他祷告 所以我十分的相信 我为各位的祷告 慢慢慢慢你会经验到上帝 透过耶稣基督赐给你平安 赐给你喜乐 赐给你智慧 赐给你能力 赐给你一切他的恩典 今天晚上我非常高兴 请到我的老朋友 恒春基督教医院的院长 陈志诚陈院长 陈院长欢迎你 谢谢范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志诚 其实我不喜欢叫他陈院长 关系太疏远 我叫他志诚 欢迎志诚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么在节目的进行当中 各位朋友 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 我们在现场 如果有时间 我们就尽量回答你的问题 今天这个节目是对谈 欢迎之后 志诚跟我 我们都会有表达我们不同的意见 这不是一个专访的节目 志诚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 我是高雄长大的孩子 那在台北读书 那后来到屏东 又到非洲 那也曾经到过恒春 去当医生 那后来走上公共卫生的道路 OK 你是考取台大医学院吧 对 在那个时代 只要考取台大医学院 聘金就来了 房子就来了 没有 我那个时候是这样 我们家没有 我不是说 人家就会送 这个 对不起 送这个 礼就过来了 有女孩子就帮你介绍 那是个很难考取 台大医学院的时代 是 我想是上帝的恩典 那不过刚刚范哥讲的那类事情 没有发生到我身上 OK 没有关系 考取台大医学院 医学院毕业以后 你后来 我所知道 你走了公共卫生的路 为什么 因为在学生时代 我参加了世界展望会 第一届的G2030 那时候是跟团契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参与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你刚刚讲的 可能有些观众不了解 什么叫团契 人家误会是团在 在一起生气 哦 是是 团契就是基督徒的一个社团 那我那时候是在医学院 参加基督徒的社团 那我们听到世界展望会有G2030的活动 就想说这是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聚集在办公室 饥饿30个小时就打地不睡觉 就是不吃东西30个小时 对 然后 体会饥饿的那种感觉 对 体会饥饿的那种感觉 我想我是一个医生 当医生是一个一个旧 好像太慢了 应该是公共卫生 所以回来之后就先读公共卫生研究所 以至于后来走上公共卫生 显然你做这个决定跟你的信仰有关系 对 那我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信仰的背景 就说你怎么样会进入到基督的信仰 是 我进入大学之前是在高雄 那家里也是一般民间信仰 那也是初一十五要拜拜也祭拜祖先 上大学住进台大旁边的真理堂的心意学社 很多朋友 社友要传不定给我 我会跟他们辩论 那我觉得我口才还不错 所以他们也不太能够说服我 但是有一次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退休会 在退休会我看到耶稣传 当我看见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刻 我突然感觉到是我把他钉上去的 是我的骄傲 是我的自私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我非常感动 非常难过 我跑到跑回宿舍痛哭 那时候哭得稀里哗啦 但是哭完之后我觉得 我的心里有很大的平安 我知道是上帝在感动我 所以我就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 接受耶稣之后 我的生命跟价值观开始逐渐在改变 那我的人生不再是以自我为人生 而是愿意以他人为来服务他人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转捩点 我们有不太相同的背景和过去 但是我跟你两个又有相同的过去和背景 我没有像你那么好 考取了台大一学院 我中学读了七年 留级一年补考五年 班上43个同学我第41名 这样一个学生 那我对我20岁以前的生活 我非常的不满意 不满意在哪里 我对我的家庭背景不满意 我的父亲黄埔低期 第一批升师长 第一批升少将 我八岁的时候 他做到东北的三个省的军团司令官 一个省主席 本来是美满的家庭 突然在1948年国共内战 我的父亲就被共产党抓了 关了十几年 共产党叫我爸爸叫战犯 犯人的犯 国民党因为我爸爸没有自杀 叫做犯逆 叛逆的逆 所以我从小对我的家庭 我的遭遇我都不满意 不满意 我也不信耶稣 有人劝我信耶稣 我有天去打鸟 没有鸟可以打 打路灯 旁边的老太太出来说 小弟这个灯是不是你打的 不吸了 你要信耶稣 信耶稣不能打灯 信耶稣不能作弊 信耶稣不能骂粗话 信耶稣不能看黄色照片 为什么要信 我也接触过去叫我不要 我不要 喝酒打麻将什么都不快乐 我打到师大福中的篮球校队 好快乐 几百个女孩子旁边叫范达林加油 我当年很英俊的 不像现在 谢谢谢谢你这个甜言蜜语花言巧语 觉得很空虚 喝酒打麻将看热门音乐 听热门音乐 这个看无效 说就在我走到人生的最 谷底的时候 再加上致命的一级 我的老师说你不用考大学 你没有希望 有人带我到教会 讲远说上帝爱你 他的儿子为你的罪死了 你刚才说耶稣是为你的自私 骄傲死了 耶稣是为全世界人类的罪死了 我们生下来就有罪的DNA 没办法 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我高中以前 其实就是我就是 你应该是乖乖牌吧 乖乖牌就是只知道读书 但因为功课很好 所以妹妹跟弟弟都活在我的阴影之下 在家里我是小霸王 听说 得天独厚 对因为得天独厚 爸妈也都是只让我读书 所以我心中里面只有我自己 我就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但是我想这个基督信仰真的是改变我 我是以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 我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是 每一个相信耶稣以后的人 我当天晚上我还记得很清楚 19609月30号礼拜六 就在许昌街 是 讲远说上帝爱你 他的儿子为你死 我们都有罪的DNA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像我秃头 为什么 我爸爸秃头 我爸爸为什么秃头 爷爷秃头 我没有办法选择 我生来秃头 我生来有罪 我生来有烦恼 我生来有痛苦 我生来有嫉妒 我生来有自私 那天晚上 这个讲远说 这位耶稣不是死的 他为你从死里复活 我半信半疑 但是我对我自己说 如果基督的信仰 能够让我明天会更好 我为什么不试试看 所以那天晚上做了一个祷告 可能跟你不一样的事 半个钟头以后 我就感觉这位耶稣 活在我的里面 非常的明显 他的生命一来 不得了 是 我们的观念改变了 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 我们的金权观改变了 我们的职业观改变了 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过这样的改变 可能也不是突然间一下子 明天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而是逐渐 他是个渐进士 对在渐进士 但是那个是一个新生命 好像一颗种子 就逐渐发芽长大 越来越越茂盛 那新生命像婴孩 也是逐渐长大 对 我的女儿 久婚不孕 以后两个医院说她 不容易怀孕 我就为她祷告 我就用诗篇128篇 最后一节 上帝答应我要看到我儿女的儿女 我就跟上帝说 我看不到 我看到我儿子儿子 没有看到我女儿儿子 不久 他就跟我讲 爸爸我怀孕了 我说你知道吗 你感觉吗 他说没有感觉 他说超音波 那个胚胎的心脏在跳 是是是 不久 他说他踢我的肚子 哦是是 对不对 对对 那后来 就生下来了 是 你才多种 四千三 哇四千三 那巨婴快要 就是巨婴了 而且顺产 顺产 我跟上帝说 我的女儿 是 这个圣洁自首 你让他在生长上顺 顺产 是是 你看原来是一点点感觉 对 后来就在踢肚子 是是 这个基督的生命 对对对对 我今年信主六十年了 是 他一直在成长 是是 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改变了我们的价值 改变了我们的所有的观念 好 你就去读公卫了 是 你去过了非洲 是 你看到非洲的那些难民的 对不起 我用说不客气话 惨状 是 真的是很惨 在你面前死亡 对 是 在墨山比克 我看见 有人过世 他是用个草席 就把它包一包 那拖到一个山谷 就丢下去 草席还要捡回来 哎呦 下一个人还要用 那我看见难民 他们被安排坐在地上 也没有什么衣服穿 就 排一排排一排 然后联合国的救难人员 还有世界展望会救难人员 就是在那边发放食物 那我就想 我要怎么来帮助他们 所以就回来 就先决定考公共卫生 先读硕士 那之后才去当兵 跟当住院医师 所以我读公卫的时候 我是纯粹的学生 因为我医科毕业 大学毕业就直接先读 公共卫生说是 这个次序 你还没有做住院待会 都没有 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我记得圣经上讲一句话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就看到许多人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他就怜悯他们 所以我觉得现场的观察 比什么都重要 你看电影 对不起 那是电影 对 你可能认为是临时演员 演出来 对对对 哦 你看到图书 对 你觉得那可能也是编出来故事 是 可是你有临场感受 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那次的非洲行改变我的一生 因为在那时候我立下一个志愿 就是医人 医心 医国 因为我想我是一个医生 当然是要医治人的身体 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要传福音来医治人的心灵 那我走上公共卫生 是要医治一个群体 一个社区 一个国家 以至于后来我有机会 卫生署找我去非洲当 台湾驻飞的代表 在非洲也待了四年 后来回到台湾 前几年又到恒春去 都是一个国家 一个社区 来提升该地区的一个医疗卫生 所以你说你医生可以医人嘛 可是医生也可以医一个群体 对这个就是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嘛 如果你是一个医生 你最多在一个医院里面 或者你开个诊所 每天来看诊 每天或者做临床 但是你服务的对象有限 可是你做公共卫生就不一样 它是一个MACROVILLE 一个群体一个社区的概念 去来医治 我认得一位前辈 他曾经得过 菲律宾麦克赛赛奖的话 他叫许世巨 他读公卫 他是美国John Hopkins毕业的 回到中国大陆 他后来来台湾 他从事公卫 台湾很多传染病 瘧疾 心红热这些白猴 因为他的带领 整个这些传染病才在台湾崛起 所以我觉得做公卫 比做开业或者在职业的医生 你服务的对象更多 这是都需要啦 因为个人的疾病也需要有医师来照顾 但是我想群体的 社区的医药卫生状况 也需要有人来关心 特别是一些传染病 像最近的新冠肺炎 这个也都是需要 有公共卫生的概念 有传染病防治的策略来处理 好你刚刚讲的一个是医人 医心医国 医人医心医国 对 那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我其实这么多年 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十年 我感谢上帝安排我做十大建设的 我们公司做了其中的八个 其中八个 刚好我是上帝安排我在那个时间 刚好从事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位导演就是上帝 他就安排那个合适的时间 让我投入这个工作 就好像上帝安排你 在这一个时段 你投入了医生的行业 你又投入了工位 你又代表国家 到了马拉威 对不对 去了多久 四年多 你的太太还被抢劫 你家的狗还被毒死 我猜想不是广东人毒的 因为我们是在非洲 所以是非洲人 那我儿子还得了两次瘟疾 瘟疾 可是你们为什么肯愿意去 一般人对不起 一般人觉得留在家乡都好 有社会很高的地位医生 有不错的收入 虽然现在健保让你们变成血汗医生 这个我能够理解 跟美国的医生比起来 他们一天只看五六个病人 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是我想跟大六时代去非洲的 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是还愿 我跟上帝立下那个心愿 一人一心一果 所以当我住院医师训练完 公共卫生硕士训练完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timing 上帝要我去非洲 而国家也有这样的需要 需要有人去非洲推动台湾的一个医疗卫生的外交 还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所以我在非洲待了快四年 那全家住在那边 孩子就读那边的学校 那我一个人 就常常在非洲五十个国家里面跑来跑去 我跑了18个 那也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 推动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 我们不能 我们中华民国没有办法资格参加 你怎么参加的 对 我是以马拉威代表团 正式代表的身份 的成员 是马拉威总统派任的一个正式代表 所以当我在会场里面开会的时候 我们的卫生署署长 是坐在旁观席 旁听席 那中国也觉得 怎么有一个台湾人 坐在马拉威的席次上 就请那个警卫来盘查我的身份 那我觉得 那我秀给我的名牌给他看 哇 他是我是马拉威的正式代表 他们对我莫可奈何 没有办法 OK OK 刚才讲到医人 我觉得你是个基督徒医生 你有双重的特色 第一个 你医治人身体的疾病 是 可是 你还可以医 原来你不能医的身体的疾病 是 是不是这样 是 我有这样的经验 我是一个教会的长老 是 那圣经特别给长老一个 全病 为人某有祷告 为人某有祷告 对 雅各书第五章 对对 那这么多年来我 为病人祷告 是 我绝对像观众朋友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医治 是 但是 有不少的人是医生宣布 没有办法医治的case 是 举例来讲 是 2016年 我去荣中礼拜堂 是 有一个 有一个人跑到前面来 嗯 他说他愿意相信耶稣 我就带他做接受耶稣的祷告 嗯 以后他说可不可以为我太太 躺在台中荣总 嗯 我说什么人 什么病 他说植物人 我们就在礼拜堂里为他太太祷告 六个礼拜以后 嗯 他去台中荣总 看他太太 嗯 病房的灯关了 嗯 病床空了 哇 你猜 你猜想这个先生怎么想 可能不太妙 太妙 嗯 他太太站在门口说我在这里 有名有姓在我的手机 哇 是是 另外一个牙医 姓廖 欧房医学院 呃 由退伍后直接职业 嗯 在 这个 士林天母 嗯 血癌 荣总的医生说 把诊所关掉 嗯 还剩三个月 嗯 我们去荣总 隔离病房为他祷告 嗯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 嗯 他现在到处跑 去帮助 得到血癌的病人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个好处 我们医人 我们也可以透过上帝的医治 让有些医生不能医治的 得到医治 我自己就是这样 是 我1991年心血管堵塞 没有做支架 没有做气球破障 嗯 2007年我去做 电脑断层 嗯 医生说我的血管百分之百通常 哇 所以我相信在你 行医的过程里一定有这种经验 是 我有许多经验 当然没有像范哥这么神奇 但是我也知道说医生有极限 因为医学还是有它的限制 当然 那我也碰过 在医学上没有办法合理解释的 但是在祷告之后 就得到一个很奇妙的改善 那我想 人应该要有自知之明 医师也要有自知之明 不要把自己当成神 那医学的极限 极限之外有很多未知 那是属于 可能我们还不知道的 但是上帝是全知全人的 我觉得 为什么不邀请上帝来帮助我们呢 为什么要排斥或不相信呢 其实接受上帝不会贬低医师自己的地位 当然 而且反而是可以带给病人跟家属更大的好处跟安慰 所以我常常在诊所 在诊间 在病房 为病人来祷告 病人都得到很大的帮助 是 我也非常喜欢做一个工作 你一定了解 临终关怀 当一个人弥留的时候 他可能充满了恐惧 他可能充满了无助 他充满了孤单 我觉得这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 可以扮演一个角色 如果他是基督徒 我帮助他 让他知道 他去了 他呼吸 脑膜 心跳停止以后 到哪里去 我们都知道到天堂去 是 好不好 好的无比 第二 我们也让他在走以前 让自己 他的罪能够认清楚 因为非圣洁 人不能见主 第三 我们鼓励家人 在他的旁边 讲一些安慰的话 爸爸你放心 你平安去天堂 你放心 我们会照顾妈妈 对 甚至我鼓励他们有点肢体的缘 比如说我们鼓励他拥抱 亲他爸爸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别人不能做的 对对 只有我们基督徒 因为我们信的耶稣里面有神的生命 我们知道到天堂去 对对 因为我非常清楚一个个案 你听过李敖吧 听过 他走以前 写了封公开信 我现在放到我手机里 他是个绝对的无神主义 他说 我现在活得很痛苦 我想我离地狱不远 人在死以前 有一些人会想到地狱 我刚好认得他的家庭医生 我就跟家庭医生说 安排我去看他 我要告他 你要 你快要离地狱不远 可是你可以不下去 对对对 好 感谢上帝 我们这么多年 自己观察了千千万万的人 他们跟我们一样 有了基督的信仰 信了耶稣 这位耶稣活在我们里面 我们会有感觉 我们以前只有一点人的爱 现在呢 神的爱 以前我们只想到自己 我从小就是受着训练 人不一己天诛地命 各家至少门前雪 修管他家瓦上双 现在 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对 我们以前 只是 只有人的眼光 看见什么五指登科 拿五指 戴帽子 娶妻子 生孩子 买房子买车子 买裤子 袜子 太多了吧 最后再买个盒子 超过 棺材嘛 对 那现在我们看到永恒 嗯 是 我们今天去为一个病人祷告 你为病人开刀 是 你坐在他的身上 我们就坐在谁的身上 耶稣的身上 耶稣的身上 对 好 再讲讲你 你回来以后 是 你怎么会投入 平基 恒基呢 在 四年前 呃 呃 呃 还有洛杉丹 还有洛杉丹 洛杉丹 洛杉丹是特产 一年吹半年的洛杉丹 那吹到那个飞机不能起降 所以连恒春机场现在也都关 变成 蚊子机场 蚊子馆 蚊子机场 那 恒基曾经是我大学时代去过的地方 也知道许多医疗传道的前辈都在那边带过 像蔡茉堂医师 那所以我对恒基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当我知道恒基会面临一个困境的时候 我跟神祷告 呃 求主 差遣工人去帮助这间医院 但是神反而感动我 所以我就 呃 毅然决然 呃 吓到恒基去 呃 也跟恒基一起来努力 很感谢神就 通过医院评线 但是 九月又来了一个默然地台风 哦 恒春半岛百年以来最强的台风 把整个恒基吹得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整理整修 重建 重建 呃 也 也还好 我觉得这真的是上帝的导 上帝是一个导演 他 派遣默然地台风来 让恒基受灾害 可是 也因为这个灾害 让整个恒基被全国看见 隔天蔡总统来了 哦 如果没这个台风也不会来 对也不会来 那这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 我那时候想哇怎么这么惨 刚又有凭倩又有台风 但是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出上帝的完全 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 那也透过这个台风 恒基被看见 那我们可以开始有机会 有资源 可以来整理医院 现在医院现在正在盖动新的大楼 就是默然地台风 上帝送给恒基的礼物 那明年就可以完工 现在这个大楼盖好了吗 明年 明年 还有没有些什么经济上的需要 还有一些额度的差距 还希望社会大众予以支持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你对台湾委的医疗的服务 觉得你心里有这个心愿的话 我们鼓励你可以奉献捐钱给恒基督教医院 是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恒基它其实不仅仅是一间医院 它更也像是一个社会福利机构 照顾台湾委恒基督半岛上很多弱势的族群 像是独居老人 这种地方独居老人特别多 很多很多 因为年轻人到城市去打拼 对 我们每天要送出一两百份的便当 那大部分都是医院要募款 我们也照顾很多弱势家庭的孩童 有16处的客户班 照顾400多位这些孩子 给他们晚餐吃 有老师陪伴他们写功课 那还有许多日照跟长照的据点 那我想这些事情 如果恒基不在了 就没有人来照顾 那我想是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来帮忙照顾台湾委 那你们有没有医疗的巡回车 在各个偏乡巡回医疗呢 这是一直以来都在做 特别是在偏远的山区部落 这个巡回医疗还有定点的医疗 还有居家护理所 这个我们一直都在推动 我知道这几年上帝大大赐福恒基 医生的人数怎么样 年龄怎么样 在四年前我刚去接任恒基院长的时候 那时候只有十位资深的老医师 八十岁以上的有四位 平均年龄六七十岁 但是现在已经有二十四位的医师 平均年龄降到二十几位 员工数也从一百五十几位变成三百人 那整个医疗业务也都成长 大幅的成长 我想这个都是上帝恩典 都是我们还正在盖动新的医疗大楼 那这栋医疗大楼将来准备有多少床 我们可能会扩增大概有四十床 让医院有更多的一个医疗的能量 不过我也要澄清一点 我刚卸任 因为 没有关系 你些人还有接班人 对 但我还是很乐意来帮恒基来募款 请大家一起来继续帮助台湾委 这间非常重要的上帝的医院 它是一个灯塔 是医疗跟社会服务的灯塔 照亮黑暗中有需要的人 这是台湾非常需要医疗社会服务的一个区块 这也是我们的血肉 我们的骨肉 我们的同胞 对 我们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 请你发挥爱心 捐钱 捐你的力量 来让台湾的尾也受到比较好的医疗的照顾 照顾 我刚才特别提到 我跟志诚 我们有不同的过去 他是好学生 我是坏学生 真的是这样 你不要客气 那么我们有相同的未来就是我们有共同的耶稣的生命 我们有共同的耶稣的眼光 我们不再定睛在我们个人的得失 我们的成败我们的融入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投入更多的我们 我们就会让更多的朋友们得到各方面的好处 是 你刚才讲 疑人 是 我现在是救人 是 我救人什么 我要把他的灵魂拯救 对 我们人在没有信耶稣以前 我们都在魔鬼的底下 我们里面都有鬼 这点很多观众朋友不能了解 有一天我跟五六个朋友说 抽烟的有烟鬼 喝酒的有酒鬼 那么赌博的叫赌鬼 那么好色的叫色鬼 那么很小气的叫小气鬼 等到我们一信了耶稣 鬼出去了 圣灵进来了 我们的生命改变了 我 切实的经验 我以前很冷漠 我以前很自私 我只以我自己为中心 现在我不像你有医疗可以提供 可是 我到处跑 我可以为别人祷告 我可以去安慰那些流泪的人 我可以鼓励那些伤心的人 我可以为他们做一些 我 现在 我的衣服 可以送给别人 我的食物可以送给别人 我的钱送给别人 我不是一个高收入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可是我发现圣经说 你有给人的 人就给你的 十足的升斗 连摇带 按上肩下流 倒在你的怀里 是 我们现在除了头发以外 一无所缺 是 是 谢谢范哥 我完全赞同 而且你所做的 都是非常重要 因为 人 身体 生病 医师在怎么抑制 总有死亡的一天 但是我们灵魂的归宿 但是永恒的事情 所以范哥 你做的是在帮人的灵魂 找到永远的归宿 这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可以证明 范哥是一个慷慨的人 他也 为 衡击奉献了一大笔钱 我非常 非常感谢 因为真的 他就是把自己 所有的奉献出来 拿为上帝使用 来祝福别人 我讲一个 临终的事情 我有个好朋友 叫温英干 温度的温 英雄的英 干练的干 他是东华的客座 以前在世界银行工作 退休了 他是华盛顿教会的长老 来台湾做客座 他又是中央的理事 今年的二月间 胆管癌 那结果治疗的还不错 很稳定 我们每天为他祷告 没有想到六月间 他突然离开世界 你知道在美国 因为疫情 所以病房 特别是加护病房 不能探病 所以他走的时候 就一个人躺在加护病房 他后来用他的手机 发一个简讯 6月12号 台北时间早上7点半 他说什么 他说我里面有声音对我说 你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你现在可以到我这里来 是 谁说的 耶稣说 对 你看他走得多么超然 坦然 而且有确具 无缘 无会无 对 没有任何遗憾 无会无缘 对 是 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感动的事情 我们将来都要跟上帝交账 那交账的时候 我们会获得什么的评价 是上帝说 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我为你准备的宴席呢 还是说是又懒又饿的人 被丢到外面去 我希望我是那个被称赞的人 被称赞的仆人可以交得了账 他在台湾的追思礼拜 我去做的 是 这个在文银干 为什么我们是小同乡 是 我们是广东大谱 是 客家人 是 这种这个地方的人在台湾很少 是 所以我们变成了好朋友 是 我羡慕他走得 这么 这么荣耀 这么有盼望 凡克你一定会很荣耀 因为你头上很多光 谢谢 你不要嘲笑我 我是聪明绝顶 我是绝顶聪明 而且绝顶聪明跟聪明绝顶不一样 聪明绝顶是因为聪明绝了顶 绝顶聪明是绝了顶以后才聪明 我是两种都有 是 那 我再讲一个例子 你听过一个将军吧 叫孙力仁 是 很有名哈 被蒋宗正关了一辈子 是 厉害 他的副总 他是我陆军副总司 总司令 他的副总司令叫贾佑惠 贾佑惠的太太 贾里敬余 你现在听过一个神议院叫华神 对 华神原来是个育幼院 这个贾里敬余就是育幼院的院长 我们教会当时经营着 是 96岁在温哥华 晚上请一个94岁的老太太吃饭 两个人加起来一百亿 一百九 一百九对 回家的路上 是 女儿在旁边开车子 女儿到家了 女儿说没有啊 有人来接我们啊 嗯 就这样就走了 天使来接他 你说你怎么知道 他的追尸那般是我做的 你看 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对不起啊 我不是讲医生的坏话 你再救有一天 你还是救不了 对对对对 这是事实啦 可是 你可以让他到天堂去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把福音传给他 是 我觉得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医疗人员 有非常好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既然 我不仅可以医治身体的一个疾病 更有机会来把耶稣的好消息 来告诉我的这位病患 让他不仅得到身体 还有心灵上的安慰 我也鼓励基督徒医疗人员 要勇敢的为你的病人祷告 因为当你愿意为你的病人祷告 你的病人会非常非常的感动 对啊 别的医生只是看我的病啊 对 嘴巴还没打开 药已经开了 对对对 那我觉得那种医病关系 会更不一样 对 他会知道说 这位医师是一位信赖上帝的医师 他是一个认真医治病人的医师 那个会非常很棒的一个医病关系 而且我们常常医心 怎么说 一个充满了恨的人来 你把耶稣介绍给他 慢慢恨 我在说慢慢的 不是一天的改变 慢慢恨慢慢减少了 什么增加了 爱增加了 对 以前自私以我个人为中心 现在会想到别人的需要 是 是 对 对 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旅程 我去到非洲 去到恒春 就是去到有需要的地方 这样 因为我看见在有需要的地方 增加一个我 增加一个一 就会增加很多的效果 我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跟大家解释 1加9等于10 这个1在10里面只有十分之一 1加99等于100 1是100的一百分之一 在台北有很多医师 我在台北只占千分之一 在屏东我可能只占百分之一 在非洲我是十分之一 所以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我去到资源匮乏的地方 增加一个医师 就会增加很多的比重 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可以愿意的话 去到有需要的地方 会增加你人生的价值 我再问一下 当你到了非洲 到了恒基 到了平基 这些比较有需要的地方 请问你 你的成就感 如果你在台北职业 你也在救人啊 你也在医病啊 你觉得哪一个有成就感 我想我没有办法重来 但是我想 如果重来要选择 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 因为我 我的一个人生的意义 是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见自己的价值 我在那些有需要的地方 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因着我的一个 一点点的帮助 他们可以产生很大的效益 跟帮助 我觉得这样的回馈 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价值 超越金钱 超越那些名利 我们会活得比别人更富足 对 我们一点都不会比别人富有 对 可是我们活得非常的富足 对 我们的价值啊 其实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是上帝眼中的价值 对 我最近有个机会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 跟徐璐女士 你知道徐璐女士是平剧的台湾第一 他说他以前演戏 人山人海 哇 他说演完了以后 掌声想想 散去以后 心里很空虚 他说他现在 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 传福音 他回家很踏实 他其实没有收入啊 我知道也没人给他钱 他就是做义工像我一样 可是很踏实 觉得我今天 对国家社会做了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 这个完全不一样 对 我想我们跟上帝交账的时候 上帝不会问我们说 你银行有多少存款 上帝会问我们说 你在别人身上 你有多少存款 就是说你的爱 你的时间 你的专业 我的时间 我的专业 有花多少 在别人身上 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那才是 我在天上银行的存款 圣经说啊 你坐在小子身上 就是住在主身上啊 对 这个 我曾经有一次啊 也很crazy啊 我坐一个火车 那时候还没有泰鲁阁 也没有什么普悠嘛 我坐到台东 为一个教授祷告 他得了癌症 祷告完我就回台北 我心里好快乐 我今天坐在一个病人的身上 为他祷告 带给他鼓励 带给他信心 是 我什么都没有得到耶 是 可是那种满足感 对 比我在银行里 有一百万的存款 是 更快乐 对 上帝住在我们的里面 对 发挥了我们最大的价值 对 耶稣就是头一个 对 他可以在天上啊 过得好好的啊 他来到地上 道成肉身 做道成肉身 又做奴仆的样子 对 然后又生活在平民的当中 对 然后他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更重要的是 他又从十里复活 对 每一个 请他住在心里的人 是 他就活在他们里面 是 人的爱加上神的爱 对 人的能力加上上帝能力 对 今天礼拜三 我礼拜一去马街一选演讲 嗯 我说你有了耶稣 嗯 你有上帝的意志力 嗯 抵抗力 是 免疫力 是 判断力 是 执行力 对 比你在自己的力 嗯 大多了 对 对 我们对罪恶有抵抗力 对 我在中华顾问座 有人送我黄金 我把他赶出去 我说你如果是我的朋友 你下次不要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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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抵抗力 是 我们能够对罪恶说no 对 我们有舍己的能力 是 我有时候忙的办死回到家 好快乐 今天有一根信耶稣了 嗯 对 我饭都没得吃 可能水都没得喝 是 我想你一定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是 你今天救了一个人 是 对那种心理的满足 对 什么都换不到 对 我们现在有上帝的眼光 用上帝的角度来看人 看我们的医生 也许人家觉得 你这个小医院的医生 你这个院长也没有几个医生 你跟台大荣种不能比 但是在上帝眼光不是比这个的 是 是 我想上帝不会跟我们比这个 那这些事件的比较也不一定有意义 重点在于我们这个人生 这一生 是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那我想上帝有他的一个价值 那欢迎上帝来到我们心中 其实不会减分而是加分 没错 以前我们心里不安 我们良心不安 我们担心很多事情 我小时候担心考试被当掉 我担心很多事情 现在信了耶稣有平安 对 2012年 我得了肾衰竭 2月13号去正心抽血 早上抽 下午计算肝3.6 是 医生问我你有什么不舒服感觉没有 一定抽错了 再抽一次晚上回来5.1 医生说住院 请肾脏科医生帮你洗身 三天以后13.2 当天晚上我打个电话给儿子说为爸爸祷告 我倒头就睡而且打呼 旁边一个病友 急性肠胃炎 肠胃炎 肠胃炎 他说范伯伯昨天晚上我听你打电话 我一个晚上没睡 你急性肾衰竭 我急性肾衰竭 他一个晚上没睡 他比你还忧虑 我说我们新耶稣有平安 两年前被医生误诊 遗障碍末期 我照吃照睡 我们有天父的平安 世界没有 我们在爱的里面没有惧怕 死也不怕 死了以后到天堂去 所以新耶稣好处多多 你有勇气 你有热情 你有上帝的眼光 你有上帝的能力 你有上帝的一切 还加上上帝的意志 对 对 好 想去非洲医疹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越快去越好 要看去哪一个国家 当地的语言 还有一个医疗 卫生状况 还有有时候 要一些特殊的申请 那透过什么的管道也很重要 比如说是医院还是国家 还是NGO等等 这个有很多方式 但是先做好准备 把自己的医疗专业 跟语言 把它预备好 就有很多机会 非洲大部分的国家讲什么 语言是什么 有英语 有法语 也有西班牙语 对 所以 这是一个 这个题目很大 但是我想做好预备 将来就有机会 OK 好 谢谢 还有没有观众朋友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这个直播节目最大的目标 就是有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陈医生经验了很多年 我经验了今年刚好六十年 我从一个班上最不好的学生 我考成大师吊车尾进去 数学考一分 四年以后 因为我有了上帝的智慧 给我好的记忆力 理解力 加上我考试的时候一定祷告 求上帝让我读的都出来 没有读的都不要出来 所以当我离开成大的时候 那一年1965年 成大有三千个学生 要选三个品学兼优的 我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陈医生也是杰出校友吧 台大杰出校友 我是成大杰出校友 哇 这个稍微差一点 我差一点 都很棒 有一天有个朋友跟我讲 都很棒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成大我台大 是 我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太太太大 那么 现在各位可以上Google 维基百科 师大附中杰出校友 我是宗教类第一名 上帝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能力 提升我们很多 继续问题我们来回答 来 你可以把问题先念一遍 请问医生 当你看诊时 为病人祷告 有没有特别的经历 想多听一些感谢 有一些经历 我先简单提一个案例 就是 有一次我在佳基看诊 有一个云林的国中生 来到我的诊间 是神明介绍他来的 他说你要往南找医生 神明指示他到 对对对 找到我的诊间 他的症状是晚上会剧烈咳嗽 而且咳不停 来的时候 我也 帮他做身体理学检查 也没有什么问题 他长得很壮 比我还壮 X光看起来也正常 所以我想 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就开一些 一般咳嗽料给他 他爸爸说 医生这些药我们都吃过 在其他医院都吃过了 但是他觉得有一件事情是 他拒绝神明 另外一个神明 要他儿子去当鸡童 那我想 哇这可能不是身体的问题 而是灵的问题 所以我赶快找院幕部 还有我们就当场 来为他祝福来祷告 祷告完之后 我有追踪 他就不要而遇 那因为 他 他的 这个爸爸的弟弟 也是 可能他们家族 有那种遗传的咒 遗传 也是被要求去当鸡童 但是拒绝了之后 结果就因年早逝 所以这个爸爸很担心他的儿子 也会因年早逝 那我跟他说 当我们 认识耶稣 就从黑暗 进入光明的国度 是更改了国籍 更改了身份 那个黑暗的势力 对你 不再能够有 瑕疵力 所以当我们为他祷告之后 他儿子 那个咳嗽 就不见了 就好了 而且后来就很快乐了 22年以前 从美国的德州打一个电话给我 他说范哥 也是在许昌街的 我们的婚姻是你祷告来 因为我 对这些年轻人祷告 他们好要结婚 我的孩子是你祷告来的 因为我们去他家在达拉斯 以后他说 请我吃饭 招待我 吃得很好 吃人嘴软 出门以前还拿了人家礼物 拿人手短 我就问他有什么需要 他说没有孩子 为他祷告就生了三个 哇 那么然后呢 那天打来 21年以前 说医生说 我患了乳腺癌 变满全身 存活率跟胰胀癌一样 我们就为他祷告 到现在他在美国的医院里 专门帮助那些乳癌的患者 22年 哇 上帝的医治 所以各位朋友 信耶稣还有上帝的医治 上帝的帮助 上帝的保护 我结婚五十年 今年 小偷没来过我家 起摩车几乎没有出过车祸 我今天还起摩车 头发都不会乱 很飘逸 飘逸 对对 心里有平安 有喜乐很笃定 是是 这种是信仰带来很明显的过小 你认得黄明正牧师吗 更生团契 对 他今年七十七岁 是 他说他这辈子 没有请过一天病假 没有吃过一颗药 我说秘诀在哪里 喜乐的心 是 两个 对对对 所以信耶稣的福 好处多多 我们今天晚上为什么有这个节目 就是上帝爱你 他的儿子为你死了 为你活了 你打开心 接受他 今天晚上就住在你心里 他就改变你 你的改变有受大 有受小 有受快 有受慢 陈医生是比较慢 我是快 当天晚上我就有feel 那天晚上我就是完全的改变 怎么这位耶稣住在我的心里 是 是 我比较羡慕这样 没有戏剧 很有戏剧 很有戏剧性 很有戏剧性 对 我得过圣衰竭 我得过红皮症 真的是 上帝一致 对 上帝一致 可是 每一个人不一样 是 上帝要我们演 主角配角 悲剧喜剧 演得长演得短 只要演得好 都可以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奥斯卡金像奖 对 是 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观众朋友说 平基 对不起 横基有很强烈的需要 那里的同胞就是你的骨肉 你的同胞 请你有利出利 有钱出钱 坐在这些人的身上 坐在耶稣的身上 是 我想恒春基督教院在台湾为 照顾我们台湾为的一个居民 是一个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它是医疗跟社会服务 还有福音的灯塔 如果可以的话 请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台湾为的需要 也让这些医院 有足够的资源 可以来帮上帝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 OK 我最后想讲跟观众朋友讲 你爱国吗 我相信大家说爱国 怎么样真正让我们的国家能够蒙福呢 圣经诗篇33篇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我今年在台湾71年 1949年我来我8岁 我今年79岁 70年来我看见上帝特别对台湾的爱护 是 1949年中国大陆每天晚上广播 学习台湾 感谢上帝 大家都听过这个战争 古宁头大姐 那是一个例外 上帝保守了金门 杜鲁门总统已经写白皮书 放弃国民党政权 没有想到北韩侵略南韩 美军协防台湾海峡 保住了台湾70年 我一直相信是这位上帝的手 保住台湾这块宝岛 我们有最棒的信仰自由 我们有非常好的新冠病毒的防疫 我好多在美国的朋友 好像我们现在可以趴趴走 我们还可以吃卤肉饭 还可以这样子 还可以这样对谈 在美国我儿子在马路上跟人家讲话 没有保持距离400美金 每天关在家里 儿子关在家里上班 孙子关在家里上学 我说我再去美国 跟你们三个关在家里起 就自闭着 天佑台湾 感谢这位天父 相信天父所派的耶稣 你的一生一世一定蒙福 而且圣经答应我们 一直到前代 亲爱的朋友 我要结束我们今天的 今天的范大林会客室 好不好 在结束以前 我陪各位做一个祷告 如果你希望 你能够得到上帝的医治 上帝的帮助 上帝的喜乐 上帝的赐福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平安 那么请你跟我一起做祷告 我说一句 各位也跟我说一句好吗 陈医生也陪我们说好吗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听说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听说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为了我们的罪 为了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又从十里复活 又从十里复活 现在我打开我的心 现在我打开我的心 请你住在我的心里 请你住在我的心里 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 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 给我新的生命 你的爱 你的平安 你的喜乐 你的能力 你的保护 你的供应 你的赐福 你的同在 赐福我和我的一家人 赐福我和我的一家人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 都蒙你的看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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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下雨水 赐下雨水 因为台湾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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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让新冠状病毒的疫苗 求主让新冠肺炎的疫苗 能够很快的发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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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很快发明出来 药物很快发明出来 这个麻烦人的疾病 这个烦人的疾病 这个烦人的疾病 离开地球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上帝赐福各位 我们下个月再见 谢谢大家 上帝赐福你 平安 平安 拜拜 谢谢以神来上我的节目 谢谢 谢谢